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码视频 我是小买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编程语言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 Test自动化测试工具 帮您编写出最好的程序 是这样 咱们很多朋友在编写咱们自己的应用 或说编写公司的应用的时候 您忽略了一点 哪一点 自动化测试 编写测试代码 其实咱们做小程序还可以 但是咱们做大型复杂计算应用的时候 如果您没有自动化测试的解决方案 感觉您后期的维护是非常的困难 地域般的维护 所以说今天咱就做一个视频 给您讲一讲自动化测试的一些知识 好 咱们看一下 我今天给您介绍的自动化测试的框架是Python Test 这是它官网 咱们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然后进入Python Test的官网 有点慢 OK 大家请看这是它的官网 非常的简洁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教学的内容 但是英文的不过没有关系 我给您简单的总结出来 您根据我的视频 一步步操作 就能够会初步使用这个框架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首先是Python Test的安装 怎么安装 咱们先回到咱们的盗塑命令行窗口 然后我前日做Python教学的时候 跟您说过 Python这种语言的包管理器叫什么 对 PIP 对吧 咱们敲PIP 然后回车敲List 干什么 来看一下我本机都装了哪些个Python的包 咱们马上看一下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中做这个教学视频 所以说可能相对于本机来说有点慢 好像不是有点 特别慢 好 出来了 大家请看 我本机其实没装什么工具 那咱们今天干什么 就装一下Python Test 怎么安装 大家请看 就这行命令 PIP 空格 Install 空格 Python Test 咱们进行安装 Let's go 希望安装不要太慢 其实这种大文件处理 Python也行 这个NPM也行 都是一样 都处理 今天还算是不慢 今天我的网络还可以 让咱们安装完畅 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仅仅想装一个Python Test 就给我装出来这么多依赖包 这不管了 说明咱们有 然后咱们怎么做 咱们先用PIP的命令 看一下咱们安装的Python Test包 用PIP show 好 这是它的一些对基础的内容 没有问题 这地方贴出它的官网 这官网有点长 您记住我的官网的网址就可以 OK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咱们安装好的Python Test它的版本号 其实上面已经看到了450了 咱们再看一下 稍等 我这没考虑过来吗 再来一遍 OK 没有问题 450 接下来咱们再执行一下HELP 看一下这个命令都有哪些个使用参数 大家请看多如牛毛吗 对不对 作为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用不着记这么多个多如牛毛的参数 您就记住我今天给您介绍了简单的几个命令 就可以 好 咱们试一下 首先咱们安装完了测试化的框架 咱们就要写出咱们第一个测试 该怎么写 我在我的课件部分下 咱们建是一个叫做这个sample的子文件家好了 我在里面 咱们干什么 咱们建一个test function这么一个测试化的文件 它本身也是Python的文件 咱们大家注意 赵总 这是干什么 安装Python扩展 展示布装 咱们大家注意 我想写测试用意的时候 那么我这个文件名要以test开头 它就能够自动化去给咱们调用测试 OK 咱们干什么 咱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写一段代码 比如说 我写一个加法函数 对吧 A加B X加A加B X加Y 我传个1 传个2 那回来过是3 对吧 那今天咱们就要测试一下这个函数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下面有两个测试代码 我考虑过来 这些都是test的方法 大家请看 一个叫做test1 一个叫做test2 然后里面分别有两段测试代码 什么内容 一看便知道 比如说 我要调用这个add方法 传了一个传了两个1进去 那么我预测它返回值是2 对吧 我这写上一个2 然后这判断做一个断言 看它们相等不相等 相等为真 不相等就报错 对吧 说明测试没通过 同时 在这地方 我再传了两个1 返回2 那么我说 你返回的值应该不等于1 这个断言是不是为真 为真的话成功 不为真 报错 好吧 好 这是咱们一个函数 以及两个对它的测试方法 咱马上看一下实际运行的效果 怎么做 我打开一个终端 然后 我的课件中都写了 调用python 然后是一个 减-vv 这个意思是说 让咱们输出详细的测试内容 拷贝过来 出来了 咱们直接调用 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把它拉 快撞个拉大一些 好 注意看 怎么样 大家请看 测试两个方法 然后呢 全部都成功 没有问题吧 OK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我让它断言等于3 大家请看 1加1等于2 我这是断言让正常等于3 肯定这个地方要报错 对吧 好 咱们再试一下 看看 测试用力失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结果 稍等 好 试一下 稍等 怎么还成功 等我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等于3 这个用力肯定是要报错 为什么没报 对 为什么没报 因为我改的不是代码 我改的是我的课件 咱们再来 这地方把它变成3 实在是抱歉 好 咱们再运行 出错了吧 明明等于2 你干嘛又等于3 所以这地方报错 这就是咱们 非常非常简单的单元测试 我把它关掉 没有问题吧 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 咱们再做一些函数 一些个组件的时候 咱们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框架 就能够对咱们编写的 所有的方法进行测试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是这样 我刚才调用的是 这个python简简 其实我 如果后面不加上 我要测试哪个类 我直接敲python test的话 它会把下面所有的 以test开头的文件 都给咱们做一遍测试 OK 这是咱们最简单的应用 接下来 我想测试 或者说我想计算一下 每个测试用力 显示的时间 该怎么做 用这个方法 大家请看 python test 然后加上一个 减减 duration 什么意思 周期 后面更个0 是什么意思 这个参数就是说 我想测试 0秒以上的 所有的方法 对于咱们这种复合测试 然后调优 是有很大的好处 对不对 咱们就试一下 这个参数 好 咱们再回到 刚才的目录下 打开 因为咱们在写大程序的时候 有好多的函数 对吧 咱们仅仅是想做调优 那么咱们仅仅是想测试一些个 什么 一些个比较耗时的函数 那么用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 一点出来 其实还是 还是错的 把它改回2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通过 因为我的程序 都是不总花时间 所以说 它很痛快就给我过去了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测试完的计算时间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编写代码之后 因为咱们这个 不能说光通过返回时 来判断咱们处理是否正确 有时呢 咱们需要抛例外 那么PythonTest这个框架 能不能测试例外呢 我给您演示一下 好 大家看这段代码 我把它拷回过来 比如说 咱们有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大家请看 当我传进的这个值 等于0的时候 就会给咱们抛出一个值例外 否则的话 正常执行 好吧 那么咱们在调用它的时候 怎么调用 funk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 如果我传 1 是个什么结果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咱们今天 现在咱们不做这个测试 而是做这个代码的执行 调用Py 对吧 然后敲上咱们的代码 是专门执行下这个Python的函数 过了 没问题 对吧 当这个函数 我敲0的时候 再看一下 抛离外吗 对吧 这个咱们能不能测试 当然可以 咱们试一试 怎么做 这个地方 拷贝过来 拷贝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好 咱们看 我做了一个用力 干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 声明一下 我下面调用的 这个函数 要抛出一个 value error的例外 咱们用with pacentized raised 进行捕捉 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为0的时候 它会捕捉住这个例外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再看下面 我当调非0 比如穿1的时候 那么什么都不做 返回值 等于那 这个例外 咱们去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过 咱们测试 pytest 空格 减vv 一回车 它会自动找当前 目录下 所有的测试用力 给咱们做出测试 没有问题吧 两个都通过 那么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如果我传0 它会等于当吗 不等于当 那么咱们在测试的时候 这个test2 这个用力 就要抛例外 看一下 就要出错 清空一下 没有问题吧 OK 大家请稍等 好 那咱们再试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传0的时候 肯定要抛例外 若不捕捉例外 让它只是问它 等不等于 这个地方肯定是过不去 咱们试一下 没问题吧 确实抛出了例外 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测试用力 并没有过 对吧 OK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 python test raise方法 来捕捉咱们测试目标函数 是否发生的例外 也是非常的方便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咱非常常用的一个测试方法 干什么 就是说 咱们要测试同一个函数 但是呢 咱们要传不同的值 返回不同的结果 咱们要频繁的调用它 频繁的传一些个不同参数 传一些个边界值 对吧 该怎么做 好 咱们试试啊 就该这么做 我把这个关掉算了 一会咱们再开 好 我把这个代码考虑 我来给您讲解一下 然后咱们再运行 因为我这一期视频 不想做时间太长 好 咱们看 首先我有一个加法函数 今天咱们就做些用力 测试一下它该怎么测试 比如说 我要测试这个加法函数 以前咱们做法是 我建多个函数 然后呢 做建多个测试函数 比如我测试1 里面传1 1 然后呢 测试它是不是等于2 我再做一个函数 传22 看它是不是等于4 我再做一个测试函数 传10 看它是不是等于20 对吧 换句话说 代码咱们都是一样 仅仅是调用时传的参数 以及返回值不同 那么咱们就不用再写 这么多重复代码了 怎么做 大家看哦 我要测试这个AD的函数 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给它准备了一组测试函数 这不叫测试函数 这测试参数 大家请看 我写了三个值 X 逗号 Y 逗号 以及期待值 三个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数字里面 分别传上三个值 1 1 2 然后是224 然后是10 10 20 然后我传这些个 我准备完这些个参数之后 我呢 再做这个测试方法 这测试方法呢 是接收这三个值 这三个值呢 就是以这个数字为单位 一个一个的传进来 比如说 我在做这个 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它会传1 1 2 也就是说 X等于1 Y等于2 期待值等于3 然后我在测试代码里面 去断言一下 调用ADD的函数 然后呢 传上两个1 看它是不是等于后面的这个2 不是3 是2啊 如果成功了 成功之后 咱们再用第二组数据进行测试 X等于2 Y等于2 期待值等于4 然后咱们再做断言 看它是不是等于 如果也OK 那么咱们再传10 再传10 再传20 看它是不是等于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 咱们仅仅是测试ADD函数 但是呢 咱们这个地方给它准备了不同的调用参数 以及结果 非常方便 咱们的这个代码的重复量非常的少 对不对 好 咱们先扫去 马上试一下 老规矩 测试一下 PYTEST 空格 减VV 回车 大家请看 PACY咱们测试了三遍 第一次呢 传两个1 然后呢 期待值是2 第二次呢 传两个2 期待值是4 没问题 第三个 10 10 20 没问题吧 好 咱们试试 比如说啊 这个20改成30 比如说 我定用ADD方法的时候 我传10 10 我期待返回30 能返回吗 当然不行 所以说咱们再运行测试用意的时候就会报错 我讲是比较快 应该不快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功能我跟大家说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常用 您一定要掌握 OK 测试同样一个函数 然后呢 传进不同的参数组合 返回不同的结果 给咱们节省了很多的代码 OK 今天最后再给您讲一下分组测试的概念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做了一个测试的文件 里面有100个函数需要测试 但是我这次仅仅想测试5个函数 或者仅仅想测试10个函数 那么该怎么做 那么我就要把这些函数进行分组 然后我想测某一组 或者说测某一类该怎么做 这是咱们的主题 用了什么 用到Python Test里面 一个叫做Marker的这么一个概念 咱们马上试一下 我在我的终端下 敲什么 敲Python Test上式-Marker 看一下什么 这个Marker咱们怎么理解 虽然可以理解为标记 标签对吧 咱们把它理解为分组 也可以回撤 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当前 把这个屏幕放大一些 大家请看 当前分了哪些个组呢 看看咱们能不能看 咱们冲了一遍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Python Test.Marker 然后后面的地方 就是系统默认 给咱们的这些个分组 包括跳过等等 这些个分组 这个分组 其实并不是咱们平时 或者说咱们业务中 所经常用到的 咱们业务中一般怎么用 给你说一下 咱们在当前目录下 干什么 咱们建一个 Python Test.ini 在这个里面 干什么 加上咱们自己的业务分组 我拷贝过来 比如说 咱们把咱们的 所有的色彩用力 分成两组 G1组跟G2组 或者说 耗时 比如说超过10秒钟的 要么耗时超过30秒钟的 分成这么多个组 这是业务组 叫做G1跟G2 没问题吧 这地方 您可以对每个组 进行一些个详细的描述 好 咱们分完组之后 该怎么做 我建了这么一个Python.ini 然后 我分了两组 然后咱们再调用这个Marker 看一下咱们分的组 是不是被系统认到了 试一下 Go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两个Marker 或者说多两个分组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用它咯 怎么用 不好意思 这天我讲的快些 因为我每个视频的时间 不想控制的 不想用太长时间 我把我试试用力考过来 好 看一下咱们的代码 我的测试方法 有1 2 3 4 5 有5个测试方法 然后我把这5个测试方法 分为了两组 大家请看 Function1 这个是叫做 大家请看 TestMark G1 它是第一组 Function2 是G2组 Function3 还是G1组 Function4 是G2组 Function5 相当于基数一组 偶数一组 可以这么理解 OK 然后咱们对这个文件进行测试 当然我测试里面用是pass 什么都没有 咱们就演示一下分组的概念 好 咱们试试 Python Test控格 够 大家请看 我在默认的前提下 这几个测试用力都会跑一遍 对吧 OK 那么咱们想 比如说我仅仅想测试 第一个分组的时候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指定一下Marker就够了 这个地方 叫什么 -M 就是杠杠Marker 然后呢 敲上G1 也就是说 我本次测试 仅仅测试G1 可以吧 G1分组 挥车 注意看 G1分组是什么 Function1 Function3 Function5 对吧 它仅给咱测试了 这三个方法 那么G2呢 24 它仅仅给咱测试这两个方法 也就是说 咱们对咱们的业务测试方法 可以做不同的分组 然后呢 咱们在调用时 它给咱们做不同分组的测试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Python的测试框架 PythonTest的一些个基础的使用方法 当然更详细的方法呢 您可以参照它的官网 也希望朋友们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吧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么多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 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同时我的客舰的原来码呢 都会放到 开n中国的服务器 您也可以下载参照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